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笑 生气 或者皱眉等等 仿佛情绪就写在脸上一样 实际上正如微笑是穿越世界的通行症一样 婴儿的基本表情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基本相似的 这似乎表明我们天生就具有表达情绪的能力 那么婴儿真的能体验到情绪吗 他们体验情绪的方式和成人是一样的吗 发展天体学家伊扎特就认为 婴儿天生就有一套情绪表情 用来反映基本的情绪状态 比如高兴或者悲伤 随着婴儿的成长 主导情绪反应的大脑前额叶 与边缘系统在这个里面 就开始发展成熟 他们不断的扩展和修正这些基本表情 也不断的体验到更为广泛的情绪 越来越熟练的操纵所有情绪的 非言以表达方式 比如说到了一至两岁的时候 婴儿就开始学会选择性的对他人微笑 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性微笑 与对物体的微笑相比 婴儿针对母亲或者其他照料者的社会性微笑 更加频繁 而且如果这种微笑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 它的次数就会变少 这表明婴儿会有目的地通过微笑 来表达积极情绪 同时也对他人的情绪表达 慢慢地敏感起来 当我们处于不确定的情景中时 有时会转头留意下 别人是如何反应的 再决定自己如何反应 这就是所谓的寻求社会参照 社会性参照就是指 有意识地搜寻他人的情感信息 以帮助理解不确定的情境含义 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婴儿八九个月大的时候 婴儿正是凭借面部表情等线索 来理解他人行为的含义 等婴儿再长大一点 可以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参照的时候 来自他人的相互冲突信息 就会使婴儿感到不安了 比如幼儿在吃饭的时候呢 用勺子在桌上敲打 这个时候妈妈可能会露出生气的表情 而爸爸却认为这个动作很可爱啊 于是露出了微笑 这个时候 幼儿就收到了相互矛盾的信息 对婴儿而言 这种混乱的信息 就会使他产生不安或者矛盾 当然 他更多的反应是 继续敲勺子来测试我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 从某种印象来说 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教育婴儿 养育者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 能够意识到别人的情绪状态 是婴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过程 但婴儿什么时候开始有自我意识呢 照镜子 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通过镜子 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外表如何 更重要的事情是 它是我们有一种自我感 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我们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这一点的 很小的婴儿并不会认出镜子 或者照片当中的自己 差不多到12个月大的时候 自我意识才慢慢的开始发展 心理学研究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来证明这一点 怎么做呢 就是你在婴儿的鼻子上 偷偷点上一个红色的点 然后让他坐在镜子前面 如果婴儿适从触碰自己的鼻子 或者抹掉这个红点 那么就表明 他已经有了一部分的自我意识 相反 他如果去摸镜子当中那个人鼻子的点 显然他还不知道 镜中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当然他也还没有所谓的自我意识 这就是著名的点红实验 当儿童进行有了我这个概念之后 他的另一个自我概念 男或者女也就慢慢开始发展起来 然而这个概念并不是他自然形成的 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逐渐教化形成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男孩和女孩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衣服的花色 墙宝的颜色 得到的玩具 这些等等因素 无不彰显着性别的差异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 性别差异的形成过程 以及父母家人 甚至整个社会文化 对于这个差异的决定性期待 如果你要填一张英文的表格 你可能会发现 性别这一栏里面写的是gender 而不是sex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sex和gender的区别 这两个词都有一个性别的含义 不同的是sex 强调的是生理学或解剖学上的性别特征 包括性器官或者性行为的特征 而后整gender指的是两性的社会知觉 社会角色 以及受到文化影响成分比较大的那些东西 父母会用不同的方式与儿子或者女儿进行互动 也会透过性别这个透镜来看待儿童的行为 很多父母会希望男孩子要活泼好动 希望女孩子要文静可爱 男孩子通常会穿蓝色系的衣服 娃娃玩具 娃娃汽车 娃娃手枪 而女孩子通常会穿粉色系的衣服 抱抱布娃娃和毛绒玩具 那么婴儿的性别差异真的有这么大吗 研究发现 即便存在生理上的不同 女婴和男婴这件的差异 其实是很小的 如果光看表面 成人通常很难区分一个婴儿 是男孩还是女孩 其实你可以想想看 男孩子拿着手枪大炮手会做什么 一定会说冲啊杀啊 同样 女孩子拿着布娃娃会说什么 一定会说 来呀你生病了 我给你看病好不好啊 然后拿着听诊器听一听 或者我给你换件衣服好不好啊 其实你就会发现 他们不过是借助手枪大炮或者布娃娃 来进行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而这种角色扮演游戏呢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种行为上的魔法 所以 其实本质而言 手枪大炮和布娃之间 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 只是我们人为的做了一个定义 所以呢 你会看到 这些性别差异 其实是父母或者环境强化的结果 而且这种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会不断的增加 比如男孩子 如果玩女孩子玩的玩具 比如说瓷瓷秀啦 打打毛衣啦 玩玩布娃娃啦 他所受到的阻力 远远要比女孩子玩男孩子的玩具 受到的阻力要大得多 男孩通常受到更多的鼓励 去发现和探索这个世界 女孩子呢 得到更多的拥抱 和父母保持着比较近的距离 性别的意识 在学前期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 幼儿会给自己和周围人贴上性别的标签 不仅如此 性别意识也会在游戏中表现出来 小男孩通常喜欢打打闹闹 小女孩则喜欢参与有组织的游戏 比如说过家家 当然我这里还是要说 这种差异 还有可能是后天形成的 因为当小男孩去过家家的时候 可能会被父母所拒绝 或者对他作成其他的引导 比如说让他去爬树 让他去翻墙 就是所谓的打打闹闹 同样 当小女孩去翻墙去爬树的时候 父母一定会把他阻止下来 告诉他 你这个女孩子应该文静一点 另一方面 小男孩和小女孩在这个时期 也开始选择同性伙伴一起玩耍 表现出一定的同性偏好 当然也有可能 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了 男孩和女孩的差异 导致他们选择相同的伙伴 因为人总是希望跟相似人在一起玩 有了性别意识之后 幼儿对于性别适宜性行为的期望 会变得非常高 甚至会比成年人更加刻板 比如说 在幼儿园里 如果一个小男孩穿着粉色的衬衫 或者鞋子 他可能就会面临所有小朋友 集体的嘲笑 再长大一些 这种信念呢 反而会有所松动 那么儿童的性别稳定性 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生理学上来看 小男孩与小女孩行为的差异 可能与性激素有关 但是激素理论 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类行为 还需要结合其他来解释 所以就有第二种 叫社会学习理论 它是得到普遍支持的一种解释 社会学习理论论认为 幼儿通过观察父母 老师 兄弟姐妹和各种玩伴 来学习不同的性别示意行为 在这一过程当中 幼儿得到的肯定和鼓励 会强化这种学习行为 书籍和媒体也通过各种方式 对这一过程起到引导的作用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儿童缺少同性的模仿 或者没有和异性之间 建立恰当的联系 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些 性别的认同障碍 例如我们常常说的异性癖 变性人之类的 都有可能与此有关 所以呢 性别其实并不只是sex 这个简单的 由生理特征决定的 它其实更多的会受到 社会教化的影响 或者说是我们社会 或者至少是我们的父母 想把你变成男孩或者女孩 而你呢 就按照这个期望 变成了男孩或者女孩 最后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新的教育理念认为 我们其实应该弱化性别教育 也就是说 不需要再去强调男或者女 我们希望男性和女性 都是独立的个体 并且呢 我们试图将男性和女性的优势 结合起来 所以 刚柔并济的男人和女人 是未来最重要的性别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